這個是Tabasco的醬 是我 昨天買的 我的運動器在缺氧 這個是要專用的清潔劑 現在是1點20分 又是我最期待的週末平靜的午餐時間 我現在簡單準備一下我的午餐 今天早上烤了地瓜 今天早上烤了地瓜 還有兩盒 這個明天吃 我自己要好好認真的剪一下肥 我覺得最近變胖了 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其實沒有吃特別多的東西 然後就是 感覺自己 不是肚子 就是手臂啊 還有一些 屁股周圍啊 就變得肉變得很厚 有點是 手臂變臭壯的 所以想說趁 現在還是夏天的尾巴 就是還蠻熱的 就是食慾沒有太好 來剪一下肥美 我喜歡這樣子把它撕成大塊 你覺得感覺比較有口感 這樣大塊的 雞絲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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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午餐 1點半 其實我也沒有很餓 因為今天早餐吃得蠻晚的 大概 9點半才吃 我覺得我想換個長盤試一下 走我一下 就是昨天啊 我看到就是電視節目 在 就是 介紹減肥的一些事情 然後 它那個標題是 視覺詐騙減肥法 一般就是裝在這樣大的盤子 會感覺東西很少 你會覺得吃不夠的感覺 所以你要把它放到比較小的盤子上 就是看起來東西會很多 所以 會欺騙你的大腦說 你已經吃了很多東西 你很飽 所以我想要試試看 OK 就這樣 然後一樣就是先從 蛋白質跟蔬菜類先吃 而且就是 血糖生的會比較慢 這個是Tabasco的醬 那天在KALUDI看到的 覺得很特別就買了 味道跟Tabasco不太一樣 就是辣醬但是有酸味 這個最近真的超愛 這個最近真的超愛 這個好好吃喔 我是會 這個會辣欸 等一下 這是辣椒嗎 你應該沒有買錯吧 它會辣欸 天啊 不過我還蠻喜歡的 這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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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昨天買的 看起來就很甜 烤地瓜 超嫩 而且這邊都是麵 大家有看到嗎 哈哈 我超喜歡的 你也很快 你也很快 我們去吃 吃 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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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蒜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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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粉 生抽 青椒 生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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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來洗這個洗衣機裡面的 這個是他專用的清潔劑 這些髒話都還可以一起被洗掉 還蠻療癒的 上面這個 這些灰塵 它裡面是蠻乾淨的啦 但是外面那一層就 對 還蠻髒的 最後一層就好了 終於吧 家事都整理完了 然後現在大概是兩點半 Kini應該快起床了 因為她剛剛很快就睡著了 我覺得當媽媽之後真的很容易胖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吃太多 還有原因就是 運動量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然後還有隨著年紀 新陳代謝的下降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是最主大的原因 然後再來可能就是飲食的部分 因為尤其是全職媽媽在家裡面就是 一直跟小孩窩在一起 你知道嗎 所以不太會有太大的 就是運動量 然後再加上有個點就是 就是以前沒有懷孕結婚的時候 大家都會說什麼媽媽 骨背熊腰什麼的 就是後來我現在就可以體驗到 原來是這個感覺 也就是肩膀還有手臂這個部分 真的會變得非常的厚實 然後還有背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太常抱小孩 然後不是說小孩很重變粗 是因為抱小孩 就是長期抱小孩姿勢不良 所以就是 怎麼講 你抱著小孩的時候 會有點駝背 然後用肚子往前挺 就是把小孩撐起來的感覺 所以久而久之 就是 就是會一直這樣子的狀態 所以這樣下來 就是背超厚 然後像是 常常跟小朋友在那個 遊戲區玩嘛 都是坐著的 就是盤腿坐的 所以 這也是長時間 所以我的話就是 真的是一直會這樣下來 所以 我的身體已經習慣這個動作了 是以前完全不會的 所以 現在姿勢非常的差 因為駝背的人常常會有那個 背肉這樣 然後我本來就是 有一點的人 然後現在就更嚴重 所以 我覺得我這樣不行 就是除了 就是飲食之外 我現在也想規定自己 真的 每天好好運動一下 至少要十分鐘了 因為 我最近真的是 蠻 偷懶的 我想 還是先調整一下 時間 好了 哄完小孩 先 做個拉伸運動 然後 做個簡單的有氧 大概十到十五分鐘就好 然後剩下的時間 再拿來工作 這真的很累 不過 只能忍耐 因為要漂亮的體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要准备做晚餐 我今天晚餐要做蛋包饭 日式的蛋包饭 不是滑蛋的那种 一般的蛋把饭包起来 最传统的那种 昨天我在电视上 就是有看到一些 就是同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叫做蛋包饭 因为其实我蛋包饭做了蛮多次 但是每一次都失败 就是跟电视节目上那些人的一些 就是错误点都一样 就是蛋就是都会破掉 而且蛋都很就是偏焦 反正不好看 就是弄不出来那种 就是很漂亮的蛋皮 而且一定都会破掉 反正就是只有破的 没有很大跟破的很大的差别 所以昨天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超级想要再挑战一次了 所以今天再来试试看 然后今天准备才要超简单 就是洋葱鸡蛋 然后就是炒那个里面的番茄饭 然后里面日本的蛋包饭 里面会加一点那个 就是鸡肉块 但是我们家 今天是有腌过的鸡肉 所以就算了 就是里面的饭就是做原味的 就是只有洋葱跟奶油番茄酱 然后电视上说呢 就是蛋不破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要搅均匀 要搅100次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用小的锅子 就是用这种18到20之间的这种 最小的锅子 所以先搅100次 应该可以了吧 我手有点酸 OK 我手有点均匀 我手有点均匀 不过来 我手有点均匀 你损一均匀 你损一均匀 我手有点均匀 对 你贴在缩维抜いて 你咱们 你我手有点均匀 你不得不得了 我手有点均匀 你不得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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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翻白的 真正 今天的蛋炒飯 小寶已經剛剛邊看電視邊吃完了 然後現在在吃點心 只是肉肉啦 不過不知道要不要吃 剛才已經吃了玉米然後又吃了飯 現在再吃第二頓 吃嗎 我摸起來 吃起來 吃嗎 吃口 吃肉 吃 accomplish 吃很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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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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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的量 真的超滿足 我的運動器材區很久沒有打開了 大家看一下 有瑜伽球 然後還有一個彩布機 然後還有那個 肌膜 安肌膜的那個滾輪 然後這也是按摩腳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 瑜伽墊 我先把這個彩布機搬出來 超級久沒有用了 上面都整灰塵 我先稍微清理一下 這個主備就是 韓劇 彩布機 然後現在是 快十點 我打算 運動個十五分鐘 然後在十五分鐘後拉筋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的極限 我超困的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 就眼睛很乾 然後吃晚餐 真的是 也是 很忙 超忙 Kennie吃了超多東西 他就是 只要大人沒有吃完 他就會一路的跟大人 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他事先從六點半 我六點半就先為他吃了一點 他的飯糰啊 玉米什麼的 先拖延一下時間 然後 等大人在吃飯的時候 他又再跟著吃 然後吃完又吃餅乾 又怎麼樣 還有喝了果汁什麼的 八點開始到九點 就跟他玩 然後我現在也超困 我剛剛其實已經花了大概 半個小時的手機 然後就想 不行我一定要動 然後趕快弄一弄 三十分鐘後 我就可以刷洗兩杯 Kennie去睡覺 尤其是 大家 對我是弄 怎麼講 我是 嗯 我是胖下半身的人 其實我臉看不太出來 就是 很有肉的感覺 但是 我原本就是那種 離型身材 但是我最近 我真的覺得我肩膀啊 還有手臂啊 就是變得很 還有背 變得超級厚 所以真的 不行 我有本 無法接受 所以就是 我要持續運動 就是減肥這件事 就是 持之以恆 才是贏家 就 偶爾做幾下 真的是 沒有什麼太大的 就是 效果 因為我之前減肥是這樣 真的是長期下來 就是 把這些 東西全部都變成 自己的生活習慣 對 只是因為現在 真的是 有小孩之後 也很難 去保持這個生活習慣 真的是 剛剛開始啦 這次都會比較難 我覺得 習慣 可能一個兩個禮拜之後 可能就會真的習慣 就不會那麼的 痛苦了 所以就是 加油 加油 我才十五分鐘 要小心不要撞到這個 大家晚安